M.O.V.E. 歡迎來到八八研究室 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來到的特別嘉賓 大沛 嗨 大家好我是大沛 對 好榮幸喔 沒想到會約到大沛 其實很好約 真的嗎 突然間懂了什麼 最近有一部電影上映了 然後評價我們這邊 大家都是很喜歡 就有看過的都很喜歡 對那 可以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部電影嗎 好的這部電影就是 《消失的情人節》 那他在講的是 這兩個人其實在小時候就有些淵源 但是呢因為速率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是永遠錯開 永遠碰不上 直到有一天呢 世界突然靜止了 而進而度過了 他們此生最浪漫的情人節 所以這種就是笑中帶淚 然後呢笑著笑著哭了 哭完又會扑思大笑 基本上從頭笑到尾 真的 對可能我感性的那個地方比較少一點 完全接受到喜訊 所以這部片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歡樂跟喜訊 對 那你一開始怎麼被選上 因為你之前都是從模特兒然後到主持人 你知道怎麼會去演戲呢 呃演戲其實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 像我模特兒入行 但因為碍於身高跟長相 實在是沒有辦法打進時尚圈 所以我比較多的是電視廣告跟拍攝雜誌 那電視廣告呢其實那個時候一直有拍攝廣告的經驗 就會覺得說我每次都扮演不一樣的角色 然後好像自己做的還OK 然後進而對表演是有點興趣的 那如果再拉回在以前 其實我那時候的第一志願 我是希望可以考北藝大 或者是台藝大的戲劇 欸其實我都沒考上 對 然後那時候在16年的時候 也在北藝大上了四個月的演員課程 所以每個禮拜都會有作品產出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 我真的是很喜歡演戲 但是老天先給我的考驗是主持 主持呢這三年水下30米 其實也給了很多的磨練 就是你要怎麼樣自在地面對鏡頭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這三年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以及在高壓的環境下 你如何迎刃而解然後好好的表演 很殘酷 所以一直到了消失的情願節 勛導其實對我非常非常的嚴厲 在這個每天都在被狂幹狡的狀況之下 我還可以自在地在鏡頭前面 呈現一個很好玩的楊小琦這個角色 其實也是水下30米 帶給我的一個訓練成果啦 那你是怎麼去克服的 因為應該你剛剛聽到 大家可能都可以理解 但是無法真的去體會他 對 所以就像說你這個臉色長板 你怎麼回顧身來 就是要撐回來 你就是要說服自己說 現在天氣真的超好爽欸 我在度假 然後我兩口水說 好OK其實可以了 然後我就對著鏡頭 我就說天啊 這地方真的超漂亮 我覺得這水下根本就是 亞洲的水下亞馬遜 然後我說你們一定要來了 然後喊咖哩 我就先轉身 就先吐一波再說 其實那個 我覺得每個人的腎上腺素 都可以好好的運用 但是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丟掉你的自尊 就當你被罵得亂七八糟的時候 你的自尊心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你被罵你不會死 沒有工作會死 對但沒有工作會死 所有的機會都很珍貴 我們不能讓他就這樣過去了 那在拍攝的圖中有碰到什麼 比較困難的事情嗎 你說的電影嗎 嗯嗯嗯嗯 每邊都是一個硬仗啊 因為呢 其實楊小熙這個角色困難的點 是因為他快了 然後比較不正常 對 對 你表演起來你會覺得說 這樣對嗎 我們那時候要 大概在三秒鐘之內 可能要做五件事情 這五件事情都是不同的情緒 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快到我自己覺得 我腦袋的處理器已經不夠用了 聽不聽起來真的很窄 不會不會 完全聽得懂 像我跟冠婷 我們兩個都有 演到讓人家覺得他是變態 很恐怖 就是要把我跟黑家家裡殺掉 然後 然後我的話呢 就是會變得有點討人厭 所以那個時候 快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困難 然後很沒安全感 而且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都很期待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演到那個 世界暫停的那一天 我就可以不用動 休息一下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好笑的事情嗎 那個時候就是 你要ㄍㄧㄥ住嘛 然後我 他有做了很多好笑的事情 他有做很多好笑的事情 拍照動作啊 然後我就是 就是任他擺步 這個時候呢 就很多的男生看了就是 喔時間暫停系列 對 嗯 這不定一開始給人家的感覺都是 嗯 對 你看你們這些 龜龜的人 對對對 對對對 不行 他就是純愛 有人說哇有一部戲 你可以看不到文戲 沒有裸露 可是你卻可以感受到那個 很強烈的那個bonding 你問了一個中文也不知道 bonding 就他們連結 其實他們的連結其實很強 然後在好玩的地方就是 呃對啊 擺動作 那其實幾乎都是冠婷自己想的 喔真的 什麼創世紀啊 對那個超好笑 然後飄出去 這對我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烈日下 然後這樣一直被曬 然後呢 一直狂流眼淚 因為太乾了 導演都因為我太感動 導演的時候喊咖說 啊你是有很感動嗎 有那麼感動嗎 流眼淚 那 有一幕我自己看的有點尷尬 就是 你在房間自己唱歌那一個 那個趴 對我自己看的就是為你釣了一滴汗這樣子 那個時候呢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 我其實本身是會唱歌的 他其實要呈現的是一個 在你自己的房間裡面呢 其實就是你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你盡情的散巴 盡情的 就是 就真的耍花吃什麼 其實那就是 我就不相信少男沒有親過海報 是沒錯 那個 其實一開始看到了他的心酸 就真的 家境沒有很好嘛 因為他自己 住的那個地方 然後吃的東西 所以 從這裡面 然後又要帶出笑點 我覺得蠻厲害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二刷 你一定少看到很多 細節 接下來是 原來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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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們第一季的時候 其實有被訪問過 只是一直都沒有 就沒有air 真的嗎 對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被訪 他們想要知道內容農場的真相 結果後來好像是 把他砍掉了 喔 不要同學 喔 對因為每次選 我就沒有上去了 讓大家知道每一個行業的辛苦 第一季的話 他其實是很多 蒙上一些神秘色彩的職業 或者是大家有偏見的 甚至觀念是 這是一個地下職業 是是是 對其實我們要呈現的是說 每一個職業 其實他都有他的 偉大之處 令人敬佩的地方 那你現在做了什麼 分享一下 我做了 動物園的動物管理員 遜犬員 救援犬的遜犬員 喔還做了救生員 我曬到亂七八糟 你會皮脫到炸 消失的情人節 是一波愛情片 搭配自己本身的愛情會跟 她知道裡面是小芸嗎 楊小琪 我再給一次機會 好搭配的愛情觀 會跟楊小琪一樣嗎 蠻類似的 就是屬於 你嗅到的愛情 你就勇敢追愛的 不會像媽媽說的 喜歡就給她騎上去啊 沒有到那樣 但是呢 就是會衝 被追求呢 被追求當然是最幸福的啊 被追 被追多爽啊 因為我們在看 最近台灣愛情片 好像真的都是演到 女生比較主動 喔對齁 跟那個怪胎也是 對 男生都很被動 不是台灣男生嗎 台灣男生加油好嗎 而且台灣男生 還會怕比較強勢的女生 對 但是沒什麼好怕的 男生加油喔 男生加油 有很多好女生在等你們喔 只要表現好了 就會被大沛追喔 呃 欸 大沛本身 自己最不能接受 另外一半的 哪一些特徵 有體味 有體味 趕快 我不行 看來我也不行 身體的氣味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如果就是喜歡的男生 有噴香水 就衝啊 你可以 但如果真的不願意的話 也沒關係 就也不要臭臭的 然後還有呢 除了體味之外 很怕很懶惰的人 看到沙發就躺 或者是看到床就躺 我可以坐一下嗎 他可能真的累壞了嗎 沒有 就是 到底有多累 回家 然後看到他就是爛在沙發上 可能會就是視覺上會覺得 你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嗎 欸我又太嚴厲了 難怪小事的女人 會沒有男朋友 就是我喜歡 行動力比較強 就你一回家看他在整理東西 這樣子 對就是很滿意你回來啦 壓力好大聽到 六十的聲音就要開始站起來了 開始裝磨 放監視攝影機 前兩秒才開始 那我發現台灣很多人通常都是那種 家人都不想動 不想做事 對或者是可以去看個電影啊 消水情人節目 這超好笑 因為這部片是 陳薰導演他醞釀了20年的劇本 20年 他是什麼機遇上想到這個故事 他其實一開始呢 就是一樣也是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在動作很快 然後他就想說這個人很快嘛 會不會有想到另外一個很慢慢 所以其實阿泰一開始 他的工作其實不是開公車 他是開火車 喔這更慢 然後因為阿泰太慢 所以一直誤點 好水下30年你主持了3年了 那最特別的主持經驗呢 整個型態其實就是夠特別了 你看在水下能夠說話的一個主持人 是全世界首創的 對然後在水下遇過比較恐怖一點的狀況 就是被自己的吐淹過啊 然後一吐了以後 整個食物都卡在我的面鏡裡面 天啊 然後他也被自己淹死 他說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要把它吃掉嗎 不然我怎麼辦 很恐怖欸 那有碰過什麼很可怕 就碰過可怕的魚 像 沒有欸 像大家會覺得說鯊魚嘛 可是鯊魚其實沒有血 應該就沒事吧 沒有鯊魚其實真的很怕人 所以在水下呢 能夠遇到鯊魚是很開心的事情 主持有什麼是可以給大家一個好的建議的嗎 這樣我建議不就是 搶我飯碗嗎 對 好其實我自己呢 讓主持開始更上手 真的就是學習著自在做自己 因為自在做自己才會有個人的特色 然後不要想著要搞笑 因為真誠是最藏不住最演不出來的 那也是最難得 那這就是我覺得一個主持不管是活動 或者是節目上面最重要的 好因為我覺得鯊魚的騎人節是一個 人生中的一個很大的里程碑吧 超大里程碑 女主角欸 這部戲的配角們都是超級大咖 對 有看過一個片那個配角們都比主角還更大咖的嗎 之後有什麼想要 最想要配合的嗎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你會選誰 最想要合作的 以前是楊耀寧啦 他結婚之後我就把他刪掉了 哈哈哈哈 誠哥喔 誠哥不要啦誠哥 好討厭 很想要嘗試的 人生目標啦 就希望金照你會拿到 可能希望金馬也可以沾到一點邊 有餘力的話 因為這次的電影的主題曲也是我唱的 所以希望金曲上面也可以有一點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 非常感謝搭配來我們的節目 那也是祝你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一切順利 祝你接下來事情都一切順利 今生長一切順利 然後也是之後演戲 希望有更多的電影可以讓我們看到 好的 謝謝 謝謝John 謝謝 那喜歡我們芭拉芭拉研究室 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你有說開啟小鈴鐺嗎 沒有欸我忘了 哇 沒關係我幫你講 沒有關係 開啟小鈴鐺喔 哈囉芭拉芭拉研究室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大沛李佩芸 我所主演的消失的情人節 已經熱烈上映了 全台的戲院都有100多間了 所以你們趕快去 不管一刷二刷三刷 一支刷給它刷下去 消失的情人節 一定可以給你們非常 滿心的溫暖 哭著哭著就笑了 笑完又要再哭一下 所以趕快去看消失的情人節喔 你們一定會喜歡的 因為我們一定可以吃班 所以我最多的 useppe 嘻瓜 開啟小鈴鐺 先吃 你們 你們 不要